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大盘连续9天收跌 纸跌关键要怎么看呢 我们赶快将镜头转交给季老师 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大盘又再次的收跌 那我们今天已经连续9天下跌 那到底呢 这个盘要跌到哪里去 到底纸跌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的操作逻辑应该要怎么样 会比较好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其实从今天早上啊 我们一度以为它应该要开高 然后出现一个反弹 因为昨天的美股像是道琼啊 标普500都还是在做创新高的动作 然后呢 昨天的台股夜盘 其实也是收涨76点期货的部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今天现货啊 它大概也就开高 走一点点而已 它就开始一路的往下跌 那这样的反弹其实都非常非常薄弱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 整个预估的成交量甚至只有2200亿 那其实在早上如果你有看我财经地线的节目 我说过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信心不足 还有融资的余额太多 那如果融资的余额呢 现在要降下来就只有两个方向 要嘛就是它要慢慢的涨上去 涨上去以后有人想要卖股票获利了结的 那这个部分融资就会退出来 那第二条路其实是我们大家比较常见到的 就是什么东西下杀然后洗融资 把融资杀到断头以后 那融资自己就会减少了 所以呢 我们呢 那个时候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认为第二个情境比较有可能发生 那到了今天收盘整个台股下跌了1.17% 那成交量呢 也从我们早上预估的2200亿不到 一路的放大到了2925亿 这个东西就叫做下杀取量 既然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量能出来 我们就往下杀 往下杀量就会出来 但是呢 其实你说这个量很多嘛 也没有 跟过去呢 我们看到什么5000亿 6000亿的成交量比起来 都还是相对的少了很多 那其实这样台股的跌幅也不算太深 只是呢 因为它连跌的天数真的是太多 连反弹都没有出现 所以投资朋友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那我们呢 跟大家讲说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融资太多 融资的那个符合太多 股票太重就不容易拉上去 那再来呢 就是因为一段时间的下跌 市场的信心溃散掉以后 就不容易重新凝聚 这两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负向的循环 也就是今天信心不足 那台股就下跌 下跌以后呢 台股又继续信心不足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一个止跌的讯号出现 所以接下来投资朋友要观察到一个指标 其实就是融资余额到底退的速度有多快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5月初那波的下跌 融资的余额就掉得相当的快 因为当时的跌幅很可怕 一天3% 4% 那一天跌掉了5、6、700点 1000多点都有发生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融资一段头完 那整个筹码变干净以后 大盘就可以一路的往上攻高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整个的融资余额 并没有很明显的往下掉 只有在慢慢的减慢慢的减慢慢的减 到今天为止 其实整个很多的股票尾盘都杀得非常的凶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下 今天晚上到底整个融资退掉多少 能不能退掉100多亿 如果有的话 那整个盘是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从技术指标上面来看 其实RSI是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用的技术指标 目前这个指标已经来到20这个地方 也就是它已经有一个过度超卖的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说要继续往下杀 也是相当困难的 可是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 你要往上攻也不容易 所以指数就容易卡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建议投资朋友 你不要过度杀低 但是你也不要在这个地方去抄底 去乱买股票 因为有些股票 其实可能它下来了 它就不会再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等待 甚至你要去做观望 那之后的行情其实都是等待出来的 我们等到有比较明显的讯号以后 我们再做切入会比较安全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观察到另一个指标 就是外资的期货未平仓量 目前的外资期货未平仓量 来到了两万八千多口 那其实我们知道明天就是结算日 那其实结算日的过程 不代表这两万八千多 都会一瞬间就不见 因为外资会利用转仓的方式 把这样的空单移到下个月 但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是来自于 它到底转了多少的空单过去 如果我们看到外资慢慢做回补空单 那这样的空单可能重新回补到 只剩下两万口 一万多口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新的一波攻击讯号出现 所以说变成在这个地方 既然是筹码出现问题 解铃还是细铃人 我们就必须要去观察筹码到底怎么变化 那我们一方面观察融资的 与另一方面观察外资的动向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到底大盘在哪一个地方止跌 甚至开始出现反转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那其实我们也帮大家统计 从近20年 也就是从2001年以来 总共只有出现三次连续下跌9天的状况 那最长的连续下跌天数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市总共有连续下跌的11天 是在2001年的时候 所以其实近20年来 只有4次超过连续9天的下跌 那目前我们台股都还没有中断这样的记录 如果明天再继续下跌的话 我们又再创了一次记录 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是 其实这样的状况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是因为发生了像是美中贸易战 欧债危机 这些全球性的金融事件 才导致会有这么长的连跌天数 但台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那它就自己默默的下跌了这么久 极端性的情况不容易持续的发生 那我们其实一方面我们不认为这样的极端情况会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跟市场去对坐 我们不去做没有意义的预测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一样去遵守我们的纪律操作方式 然后去控制我们的股票水位 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 那另外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 加权指数还有贵买指数到今天都分别下跌了4.9% 贵买指数甚至下跌了快要10% 所以投资朋友感觉到赔很多钱 或者是这样损益慢慢的 这样亏损慢慢再放大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盘真的表现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做了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把长荣在这个地方卖掉 因为我们认为明天会有除息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是想要去赚这样的鼓励 甚至赚一点价差 当市场都在期待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结果往往会不如人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参与除息 我们就先做一个股票的调节 最后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做分析师的 把西装脱掉以后 我们跟一般人都一样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大盘要出现V转的机会不太大 操作上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要跟4月6月那段期间是不一样的 不太容易咬住一个波段往上做 而是要短线去做操作 另外纪律的遵守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跌破了停损价位 你就要去做停损 不要去做凹单 那另外我们做分析师 就是要提供投资朋友 最正确的财经知识 因为市场上面有很多的法人跟主力 他们有很多的资讯 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 让投资朋友避免被法人 还有主力去做修理 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害投资朋友 那我们在面对下跌的时候 用平常心去面对市场 生活其实才是我们的重心 那平常就是多做一点善事 像照片里面就是我上个礼拜去捐血 那目前其实雪库也都告急 在这个地方也都呼吁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也去捐一下血 那我们最新的观点 还有股市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落底的讯号 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群组里面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们这些财经知识 财经分析 都可以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明明天掌听 谢谢季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te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